这次的牛肉制品感染大肠杆菌事件 引起了联邦国会的高度重视 自由党临时党魁质疑石检局 在获悉有产品感染之后 晚了12天才展开回收活动 针对外界的指控 石检局解释说 由于被运往美国的牛肉还没有上架 因此认为没有必要立即召回 石检局前往位于阿尔伯塔省 Brooks的Excel Foods公司进行了深入调查 在确定肉制品受到感染之后 才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 Excel Foods公司超过250种牛肉制品 怀疑感染了大肠杆菌 石检局目前已经暂时吊销了 该公司Brooks生产厂的执照 由于生产厂迟迟未对事件 提出长期应对和解决办法 目前石检局已经勒令该厂关闭 而Excel Foods公司也分别在 8月24、27、28和29号 以及9月5号几次主动回收产品 石检局表示 如果在未来的几天 有更多的肉制品确定被感染 将会继续宣布召回指令 另外 阿尔伯塔省卫生官员 在本周早些时候宣布 已经有4名民众 在使用了Kirkman品牌的牛排之后 感染了大肠杆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